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笑不活了 歌手官宣尚文杰 袁亚维为冲榜歌手 短短十分钟上万评论 李克勤 李健发三个表情 6月13日 歌手2024官方账号爆料 尚文杰和袁亚维即将参加冲榜赛 尚文杰可是2006年超级女生的全国总冠军 袁亚维呢 也是在2012年中国好声音正式出道的实力唱将 现在 两位大咖都在参加湖南卫视的《乘风2024》 真是热闹得很 这次歌手2024宣布他们要来参加冲榜赛 还好照大家本周五晚锁定节目 一起见证这场音乐巅峰对决 袁亚维也在社交媒体上幽默回应 被咬走了 歌手见 感谢皮甲 此前 央视网还搞笑地喊话他 别乘风破浪了 速回来唱歌 两位歌手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这场比赛 粉丝们已经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期待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 尚文杰和袁亚维也在社交媒体上 不断给大家分享他们的准备过程 真是吊足了胃口 尚文杰和袁亚维的加入 让歌手2024的舞台更添精彩 这场音乐盛宴到底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周五晚上不见不散 一些网友的评论很精彩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网友 何杰 红笑是我这辈子最难交的朋友 我的朋友变天下 演唱歌曲 尚文杰 Super Sire 袁亚维 夏宇天 网友 好歹读的选歌 袁亚维第三次来了 这是真找不到了吗 网友 完全不期待老师参加殷宗的人 终于等到了尚文杰了 转盘赛制的唯一受害者 网友 尚文杰最终信仰谁懂啊 原来所有的小道消息都是真的 网友 艾维尔的风格不适合参加近眼泪节目 尚文杰当年在超级女生里的表现 我现在还记得 那可是实打实的实力唱将 袁亚维在中国好声音里的表现也很亮眼 这两个人一起同台竞技 真是让人期待 我觉得这种节目对歌手们来说是个好机会 虽然尚文杰和袁亚维已经有了很多的舞台经验和粉丝基础 但参加这种比赛不仅能展现自己的实力 还能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成长和进步 至于央视网催袁亚维速回来唱歌 我觉得挺逗的 虽然是剧玩笑话 但也说明大家对他的音乐真的很期待 毕竟好的歌手是需要舞台的 观众也喜欢看到他们在台上的精彩表现 这次歌手2024肯定是看点十足 不仅有强大的选手阵容 还有粉丝们的热情支持 作为观众 我非常期待看到尚文杰和袁亚维在节目中的表现 希望他们能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和精彩的表演 旧场狂潮 段媒是约两位女歌手暴走 在歌手2024的舞台上 惊喜总是接二连三 这一次 段媒查理普斯因为形成原因突然请假 这一消息犹如一块炸弹在粉丝圈掀起了不小的波兰 毕竟 段媒是备受期待的国际大咖 她的缺席让不少歌迷新生失望 然而 热心的节目组却迅速找来了两位国内一线女歌手旧场 她们分别是尚文杰和袁亚维 纷扰原油 段媒缺席引发疑云 风吹草动 段媒却不见踪眼 这突如其来的请假消息让众多粉丝摸不着头脑 机场的黄牛们大操骑士 街机白跑 却始终无法等来心心念念的国际巨星 一时间 网友们的猜测热度直线上升 有人猜测是不是签证问题 有人则调侃说段媒可能是见到长沙的美食都不敢来了 无论真相如何 这一事件确实让粉丝们大呼意外 不过 接下来的惊喜也许更加值得期待 旧场女神 尚文杰 袁亚维华丽登场 当段媒缺席的消息传出后 节目组紧急行动 找来了两位备受瞩目的女歌手 尚文杰和袁亚维 这两位实力派的音乐人一出场 立刻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尚文杰一向以实力派唱江自居 她的音乐风格别具一格 令人过耳不忘 而袁亚维 则是当代最能唱的中国女歌手之一 她的音乐才华更是不言而喻 两位女神的加入 无疑给节目增添了不少看点 也让粉丝们对这期的表演更加期待 荒万彩排 备战赛场 临危不乱 突如其来的任务 让尚文杰和袁亚维的形成 立即变得密集起来 彩排 编曲 演唱会 各种任务同时袭来 仿佛是一场临时的混乱派对 尚文杰还在杭州录制节目 而袁亚维更是面临着巡演和商务活动的压力 但他们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次的就场任务 彩排时间紧 任务重 但两位女神却展现出了超凡的应变能力和专业素养 临危不乱的悲战赛场 令人敬佩 粉丝狂欢 期待女神的绽放 尚文杰和袁亚维的加入 让粉丝们兴奋不已 在社交媒体上 他们纷纷表达了对这两位女神的期待和支持 有人调侃道 断媒媒来 我们也不亏 换来了两位国内实力派女歌手 直了 还有人调侃说 看来是真的要听点有趣且兼具厉害的歌声了 粉丝们的狂欢不绝于耳 期待着这两位女神在舞台上的绽放 争议一律 就场之举是否得当 然而 尽管节目组的临时救场之举让粉丝们暂时松了口气 但也有人对此表示了一息疑虑 有人认为 节目组的选择虽然出人意料 但是否会对节目产生负面影响还有待观察 毕竟 临时更换歌手可能会导致表演方面的不稳定性 这对于整个节目的质量可能会构成一定的挑战 所以 对于这一举动 有人持观望态度 认为真正的答案还需在舞台上揭晓 期待旧场女神的精彩表现 尽管断媒的缺席给节目组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但尚文杰和袁亚维的加入却为这场音乐盛宴增添了一抹亮色 他们的参与不仅弥补了断媒留下的空缺 还为整个节目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激情 在彩排的过程中 尚文杰和袁亚维展现了他们出色的音乐才华和专业素养 尽管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他们依然保持着冷静和专注 与节目组紧密合作 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得到精心打磨 他们的努力和付出让整个彩排过程充满了动力和活力 也让人们对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而粉丝们的狂欢也是这次事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们对尚文杰和袁亚维的支持和喜爱 让他们成为了这次音乐盛宴的焦点 粉丝们的热情和激动 为整个活动增添了一份热烈的氛围 也为两位旧场女神带来了无尽的鼓励和支持 现在 让我们共同期待着尚文杰和袁亚维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他们的实力和魅力 无疑将为观众带来一场难忘的音乐盛宴 无论是他们的嗓音 舞台表现还是与观众的互动 都将让人们为之倾倒 相信他们定能以出色的表现 让人们对这次音乐盛宴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尚文杰和袁亚维的加入不仅是对节目组的挑战 更是对他们自身实力的一次展示 他们的勇气和决心 让人们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和钦态 相信他们将以出色的表现 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 让人们为之欢呼和喝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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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